梨是许多人喜爱的水果之一 在2017年 全球梨产量预计将达到2540万吨 在古代梨被称为蜜腹 快果 玉卤等等 也被誉为白果之宗 梨具有清热润肺 身经止渴的功效 它不但鲜嫩多汁 而且含有丰富的营养价值 不同种类的梨 味道和质感都完全不同 在中医的功效上 梨是可以通便秘 力消化对心血管也有好处 它既可生食 也可以在蒸煮之后使用 究竟不同的吃法 梨又有怎么样不同的功效呢 那梨还会对哪些疾病 有着辅助的疗效呢 现在就让你了解梨的功效 一同吃出健康吧 马上请来我们的自然疗法师 Amanda老师 老师你好 老师好 老师 因为今天这个节目 我才知道梨原来有分这么多种的 但是说到梨 其实因为马来西亚没有产 那在全世界 好像产量最多的梨是在什么地方 中国 因为中国是梨有好几千年的历史 是 他们产量相当的高 相当的高是多高啊 我们来看一下 东国的这个产量是多少呢 丽婷你来撕一下 因为你今天排在第一 你今天穿到很适合去吃那个 OK 这是一千九百三十万吨 哇 这是多少 哇 相当惊人的一个数量 不只是 应该也有出口吧 对 我们来看一下 欧洲是两百 欧洲排第二 就两百三十万吨 差太远了吧 跟东国 OK 到了美国 然后美国也是有生产梨 大概七十点七万吨 OK 原来南美洲也有生产梨 是啊 其实本地有很多梨都是从南美洲来的 哦 五十九万吨 OK 好像没有很多 南非 南非也是 南非也是生产很多品质很好的水果 所以梨也是其中一个 四十四万吨 俄罗斯 15.9 15.9 所以我们要从哪里吃比较好 中国自己为什么要生产这么多 因为中国人自己已经吃了很多了嘛 是 但是基本上呢 梨它可以分 因为我们看到好像 今天在桌子上摆的 对有些不同的梨 但是梨基本上它可以分为 到底多少种类呢 因为根据了解 其实梨有好几百种的品种 就是多到我们都已经是 没有好好地去规划起来 因为它自己有原生种 它也是很多杂交的 了解 但是总结来讲呢 我们分成两个部分 就是两个 从地理区域来看呢 我们有一个是西洋梨 就是在欧洲啊 美国啊 像刚才你看到数据 美国生产的 就是西洋梨 那另外一个呢 我们是叫做亚洲梨 或者是东方梨 很容易分辨 反正呢 从那个西洋梨 对 从那些什么 比较远的地方来的 就是那个西洋梨 对 然后在我们这种亚洲地带的 全部统称为东方梨 对 西洋梨呢 其实也很容易被区分 其实西洋梨就是我们俗称的 贝雷 哦 如果大家 皮脚梨 那个皮梨 对 皮梨 长什么样的 就是葫芦的形状的 对 然后带青色的 当然现在我们看到的时候 有些也是有红色的 所以那个就是那个西洋梨 所以就是老师桌 桌上摆着这几个 就摆着这个 对 有葫芦型的 对 而且西洋梨呢 那通常我们是说它是正确吃法 它是吃软不吃益 哦 就是是你买回家之后呢 我们鼓励你放在室温 给它两三天 就不要放冰箱 对 然后就把它的果 它的糖分 转换成就是 这个果糖 这时候你吃呢 比较多汁又香甜 哦 对 了解 所以西洋梨的话 它基本上也又可以分很多种 分很多种 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里面呢 我们要好好的学习 如何分辨梨 首先西洋梨里面有几百种啊 西洋梨里面有几百种啊 但是呢 我们今天只是选了四种 我们在马来西亚可以购买得到的 是 那第一种呢 就是我们这样的佛瑞梨 是哪一种 佛瑞梨呢 就是这种 红色的 这个 有点红的 有点红的 我们好像没有 这是葫芦形状 可是带一点绿和红色的 那它本身也是有一种全红色的 也有 有有有 我有买的 我问你会看到 好像比较贵一点这样的感觉 这个就是佛瑞梨 这个是最传统的品种之一 那第二种呢 就是比较 一般我们整年看到的 就是贝雷 就是这一个 对 是我常吃的 这个叫做 对 这个是新西兰品种了 然后就是从澳洲的 当然有一个叫巴特里 很像的 那个是欧洲的品种 就是我们知道 因为很多的那些产品 比如说罐头食品啊 用泥的都是用这个品种来做的 难怪 为什么它叫新西兰 因为这个是澳洲也是有它的品种 欧洲也是 它是都很相似的 我还以为新西兰 所以叫新西兰 对 好 再来是 然后呢 再来是有两种呢 就这边 今天买不到一个叫做安奇梨 就比较小科研的 也是带红带绿的那一种 就像这个的迷你版 对 就是这个的迷你版 对 它非常的香甜 多汁 那在马来西亚可以买到另外一种的香 也就是我们叫的波士梨 波士梨 波士梨是整个都是这个黄褐色的 哦 这个我看过 有有有 它也是葫芦的 体很粗的 对 这一款的梨一般常用在这个西洋的料理 就是一个迷你版的料理 对 对 因为它不容易变形 很耐煮 对 而且非常的甜 是 没错 然后像我们的东方梨呢 我们现在看一下西方梨比较厉害 还是东方梨比较厉害 我可以讲 东方梨是我们比较熟悉的 是 比方说鸭梨 所以鸭梨是我们东方梨整天看到的品种 鸭梨就是说它的这个 因为它的梗就长得像那个鸭的脖子 所以叫鸭梨 对 它皮比较薄 然后比较脆 西洋梨比较软 这个比较口脆 所以最常见的 对最常见的 对最常见的 雪梨 我们是一种的 另外一个就是雪梨啦 雪梨就是苹果形状的 就是跟鸭梨的分别 就是一个是椭圆形 一个是苹果形状 对 那雪梨也是在综艺常用 炖汤的时候才看到的 像那个香梨呢 香梨就是这个比较小的 我一直以为香梨是还没熟的梨 其实不是 它只是长的绿而已 是一种品种了 它就是长的绿 可是它又比较脆 然后它 而且它的甜度比较高 就是你吃它的时候 你觉得它比较香甜 对 比较浓厚 所以那个最大粒的叫亚洲梨 最大的我们就是统称Asian Pear 但是最有名可能就是来自韩国的 韩国梨 Coreo Pear 有有有 或者是日本梨 当然也有来自中国的 有时候我看到他们把那个果肉挖开 然后放料在里面 就用这种亚洲梨 炖也是有 就韩国人很喜欢拿这个梨 来做不同的料理啊 汤啊等等之类的 那个亚洲梨的名称我全部都懂 只有那个 那个西洋梨有点搞不清楚 对不对 西洋梨我们都懂 西洋梨就叫Pay 但是如果说那个 怎么说啊 就是除了这些梨 我们都知道它的品种之外呢 但是如果这样子讲的话 那个营养价值呢 到底是这个西洋梨比较厉害呢 还是亚洲梨的营养价值比较高呢 其实因为西洋梨本身它有很多品种 可是根据了解 它的营养价值都相当的就是 同样 就是很多同样的地方 很接近 所以我们只能够比较西洋梨跟亚洲 其实像亚洲的这个营养价值 也没有差很多 但是有分别是在于 第一就是它们的烥养价 烥养价 烥养价来说呢 这个亚洲的这个品种会比较低 哦 这个对有健身的人来说就很重要 当然西洋梨的烥养价值也不会很高 糖分呢糖分 糖分来说呢 糖分呢 其实是我们的东方梨比较低糖 是这个7颗 3比1 然后这个西洋梨是9.8颗 所以其实还蛮高这个糖分的 哦 那如果按照营养素那些矿物质来比呢 啊 OK 因为我们都讲了 好像是亚洲梨都已经松出 对 可是呢 在矿物质来说呢 这个西洋梨会比较特殊一点 丰富一点 它比较多 它除了有磷 就是钙 然后甲 它还有鎂 然后它还有铜 还有梦 所以它的这个矿物质会比较丰富一点 了解 那矿物质呢 就是说可以终结我们的这些 身体的酸碱度啦 然后除此之外可以说补充我们的电解质 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到最后 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有时候吃西洋梨 有时候吃东方梨 对 还没有吗 还没有比完嘛 对 比一万吧 现在 还有来 看一下 好像那种脂肪啊 蛋白质啊 这些都是 算是我们 是蛋白质来说 因为水果的蛋白质 当然不会是很显著 所以两个蛋白质都是差不多一样 可是脂肪呢 就是值得一提的 就是我们的亚洲梨的脂肪 它不仅含有Omega-6 它还有Omega-3 但是西洋梨就仅仅只有Omega-6 我还以为 它会好一点点 就比较丰富一点 我还以为Omega-4只有在那个鱼吧 对 它竟然有一点 这个我是觉得 蛮不错的 很惊讶一下 那水分来说呢 我们的东方梨的水分也会比较高 意思是说 如果你中暑要消暑 比如说你要多一点水分 可能亚洲梨会比较 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补充得比较快一点 了解 那另外呢 还有就是那个糖分 这个也是我们很关心的 刚才讲了吗 糖分 对 你都讲了讲 对对对 亚洲梨会比较低 所以它的生糖指数比较低 意思是说 就是说大概是33 然后西洋梨的是38 生糖指数意味着 你吃了之后 它会影响你血糖多少 但我们说可能 因为亚洲梨的水分比较高 所以生糖指数就比较低 所以可能有一些 有糖尿病的朋友 他要吃梨的话 他尽量选亚洲梨 可以这么说 但是就是要适量的吃 了解 不能多吃 还是有糖 对 像它的那个 怎么说呢 健康的疗效呢 这个其实 其实我觉得这两个梨 都是他们养价都很高 反正你买到什么梨 你吃就对了 但是问题是 我们要吃的对 吃了之后 对我们身体 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呢 OK 它有不同的一些好处了 当然 然后西洋梨 我觉得它有一个 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是在于它的皮 你看它的皮的颜色比较深 青色 青色 红色 黄色 所以就讲它抗氧化机会比较高一点 哦 原来是这样看哦 但是你要连皮吃 连皮吃 它的皮的颜色价值会比较高一点 对 所以打骨汁的时候可以一起打啦 我还OK 因为我最懒多削皮 所以我就全都吃 OK 所以它是可以有什么帮助 就是除了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之外 可以就是降低胆固醇吗 对 因为它们其实所有的梨 它们其实维生素C都很丰富 所以讲到维生素C的时候 我们就讲解我们的免疫力 所以它不管是对 比如说感染性的一些疾病啊 好像伤风感冒啊 支气管发炎啊 咳嗽啊等等 它就有帮忙提高免疫力 还有加速这个复原的这个效果 了解 然后它还有一些可以降低胆固醇啊 对 比如说为什么梨可以这么生气 主要是因为它们的纤维质很高 是 就是compare to其他的水果 所以纤维质高 而且它是水溶性纤维 就是说它在我们的肠道 它可以把这些我们讲垃圾 这些过于的脂肪啊 或者是一些胆固醇呢 包起来然后排出去 对 所以降低我们肠道 对脂肪跟胆固醇的吸收 了解 那个正常的调节我们的血压 这样血压高的人不是可以多吃 可以多吃 第一因为它水分很高嘛 就有些人因为它的那个 它的那个钠粒子太高 就是盐分太高 然后血压就会增高 了解 所以贾粒子可以中和 就是说这个盐分摄取太多的这个问题 而且贾粒子对我们心脏 就是这个跳动收缩有帮助 虽然是强心 然后同时它也是调节那个血压 了解 我们在网络上老师 我们还看到说梨啊 这么一个小小的梨 它竟然可以抗癌 对 是有根据的 它 它是有这个这样的研究的 因为梨的话 最重要是西洋梨的这个皮 它比方说它有很多的 我们讲的生物类黄酮 对 额茶树 虎皮树 这些等等的 它们抗消炎 然后它们抗自由基 然后最重要是一些研究是说 多吃梨其实对我们预防这个 那个肠道的癌症有帮助 比如说胃癌 大肠癌 消化也非常的好 对 对 而且梨呢 其实它的 它是属于低过敏食物 就像我们看到很多人 他们可以对香蕉 橙 草莓过敏 可是梨呢 大部分的有过敏的患者 其实对梨都OK的 所以我们发现 可能是因为它比较容易被吸收 就是肠道不太有负担 所以我们通常就建议说 如果你是过敏体质的话 梨呢 你都可以很放心的吃 对 哇 看起来不错 太棒 所以呢 我们可以一面吃梨 然后呢 一面请依燕老师呢 来叫我们 这样去雕塑我们的身材 对 这样我们不是很完美咯 是 马上来看 要怎么进一步的雕塑身材吧